白天峰的患者呢 这紫外线灯是有一定副作用的 紫外线呢 是以前我们知道白天峰常用的一个设备 它的波长呢 是200纳米到400纳米 它是一个符合光 它是由很多种光线组成的 有些光线呢 穿透皮肤比较深 有些光线呢 穿透皮肤比较浅 有一部分光线呢 可以作用到肌底层的黑素细胞部位 对白天峰的患者呢 有一定的疗效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紫外线治疗的时候呢 一定要穿内裤 也就是折盖内裤的部位 折盖生殖器官的部位 就是紫外线和明确 是不能照射在生殖器部位的 它对人体的生殖是有一定影响的 所以呢 紫外线的副作用是很明确的 在我们最近的治疗白天峰的临床上呢 我们用到更多的是308激光 因为308激光呢 它是单色光 它呢 这个光线的长度只有308纳米 它的能量更高 作用呢 更专一 强度更强 它的副作用当然也就更小 它只作用在基底层 黑素细胞所在这个位置 它即使是有些副作用 归附也比较快 所以说呢 紫外线我们越来越用的越少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